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耗资120亿美元 于2021年4月开工投建的亚利桑那州新厂 在2022年12月举行首批设备进场典礼 这也是该晶圆厂动工约一年半来重大里程碑之一 台积电亚利桑那厂副总经理在职场社交媒体LinkedIn发文表示 美国总统也就台积电未来生产计划发表谈话 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尽管台积电正在为美国亚利桑那州晶片厂 于2023年12月投产做好准备 但台积电表示,遇到了成本高昂,人才短缺 以及意想不到的施工障碍等问题 对此,台积电还首次提出美国新厂人员配置规划 亚利桑那州目前有约1000多名员工与外派人员 2023年将增加到2000人 知情人士说,台积电也以薪资加倍与其他福利为诱惑 将台湾工程师送往亚利桑那州新厂支援 华尔街日报形容,这座预计明年底投产的晶圆厂经历了诞生之痛 另据报道称,台积电在11月给美国商务部的一封信中称 这座位于凤凰城北部的晶片厂面临一系列建设成本和不确定性 比如,美国建厂成本高,人力不足等问题 相比之下,在台湾建造同等级的先进逻辑晶片厂 资本密集度比美国要低得多 台积电指出,在美国建立生产线的真正障碍是 建造和运营的比较成本 据悉,这是台积电回应商务部 就美国晶片补贴计划公开征求意见而提出的 信中列出六项在亚利桑那州设厂遇到预期之外的工程状况 进而拉高建厂成本,其中包括联邦法规要求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 台积电尽可能将清洁、晶片制造等设备从台湾运往美国 原因是美国厂商要价更高,找不到当地货源 至于人力挑战 台积电难以在美国找到适合的刚毕业的工程人才 必须投入更多资金招兵买马 而且新聘的工程师要送往台湾培训一年或一年半 台积电高层曾坦言 在台湾数十年来依赖在地工程人才 东亚等地供应链建立的制造生态系统 不宜在美国复制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曾说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生产晶片的成本可能比在台湾高50%以上 不过台积电虽反映这些问题 但仍在华府当靠山的情况下全力投入这项建厂计划 美国总统也出席台积电美国新厂 首批机台设备进场典礼 反映华府以众这个全球晶圆代工龙头 为美国晶片制造带来助力 根据美国半导体协会SIA数据 30年前美国制造全球约37%的晶片 如今这一比例只剩12%左右 美国政府希望将更多高科技制造带回到美国 今年8月签字生效的晶片与科学法 将为在美国生产晶片的厂商提供520亿美元补贴及租税优惠 美国国会议员也将此视为 维持美国科技龙头地位与保全供应链的关键 有报道指出 对台积电而言 美中关系紧绷时期 加深与美方的合作关系是一种示好 也有利于和苹果 辉达等美国客户合作开发新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 张忠谋11月赴泰国曼谷出席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经济领袖会议后证实 台积电计划将更先进的300米制程 引进亚利桑纳洲新厂 台积电表示 可作为二期厂房的建筑移动工 但尚未确定二期规划 随着台积电 美国亚利桑纳洲晶圆厂 首批机台全面进场 以及最新宣布的在美国 再新建一座300米晶圆厂的计划 再次的引发外界 担心台积电带至台湾人才 技术外流的问题 虽然此前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表示 台积电全部工程师有5万人 外派到美国厂支援的只有500人 不存在人才外流的问题 年轻人不敢出去才是问题 而这些人才到海外历练 对台湾人才的养成有所帮助 近日 一些台湾正级界相关人士 也发生不斥半导体去台化 及台湾人才流失问题 台湾国科会主委就强调 台积电赴美设厂不是去台化 台湾半导体产业与文化 绝非花3至5年就能有此成果 而是历经40余年累积 他研判至少10年内 不会有去台化问题 关于半导体产业工作文化 该主委举例称 台湾半导体业界的工程师 不但晚上能on call待命 且随时能解决产线问题 这种工作训练 认知与职业道德 绝非3至5年就能去掉 其次半导体关键技术刘台 该主委表示 台积电并不傻 还是会将重要关键技术等精髓 掌握在台湾总部 且技术不是集中一个人 所以无需担心台积电 等台湾半导体业者会轻易去台化 该主委解释称 台积电赴美设厂是5奈米 3奈米 但5奈米要2024年才有机会量产 且粮率能否能与在台湾制造的一样 仍需努力 台湾5奈米在南科量产 3奈米也在施量产 到国外的是 n-1 关键技术并没有要出走 另外该主委表示 人才是否外流也是多虑 目前说台积电会派500名工程师赴美 以为只好未来美国厂每月2万片的产能 但台积电台湾有5万多名工程师占比不高 台湾半导体产业是经过40年累积 制造管理及核心技术竞争力才是关键 且关键技术仍掌握在台湾手中 半导体要去台化没这么容易 他评估至少10年内不会有此问题 而且台湾中央社早在9月就指出 台积电规划2奈米制成 将于2024年进行风险性试产 于2025年量产 若竹科用地不足 将会在台中扩建2奈米产能 台湾中部科学园区负责人称 中部科学园区二期扩建工程 预计在2023年提供土地 给半导体厂商兴建先进制成晶圆厂 入驻厂商预计包括台积电2奈米工厂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12月上旬报道 台湾中科推动台中园区扩建二期计划 这或许关系台积电2奈米厂筹设进度 据悉 中科园区扩建二期的 环保署环平项目小组 12月上旬第三次出审会议通过 提送大会审查 台湾中科管理局表示 预计在明年中提供土地 给半导体厂商兴建先进制成晶圆厂 将可提供4500个就业机会 中科管理局表示 中科台中园区土地出租率已达100% 但为了台湾半导体产业布局需求 选定毗邻台中科学园区西侧 约89.75公顷土地 推动台中园区扩建二期开发 计划引进半导体产业与其他科学事业厂商 中科管理局指出 台中园区扩建二期开发都市计划及用地 取得作业同步进行中 预计收到环保署第三次出审会议记录后 尽速补证数据提送环保署环评大会审查 因万物联网持续发展 半导体将是相关产业的核心 全世界对半导体需求将会快速上升 台湾很幸运地站在这个制高点 但也需布局未来10至20年 将优势拓展到其他产业 例如精准健康 电动车 低轨卫星等 以掌握关键优势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